妹妹现在我在土湖书客啊 来那个袜子工厂了 你们一直要的袜子 这两天终于出货了 直接飞过来了 上次在仓库 这次直接跑工厂了 好大呀 这里有70多个厂房 真的不错 特别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袜子厂 专门做袜子 姐妹妹 我今天带你们看一下 这袜子是怎么做的啊 全部都是自动化 这是往国外销的一次性的 然后含量特别低 我们的这个粉红和定型 就在那边 我们的员工 定型出来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定型是吧 对 一次性的都这么好 对 然后定好型之后 他穿着比较舒适 然后更有弹性 这个袜子就是我们销售的那一款袜子 他这个机器比旁边的那个机器量更先进一点 旁边的那个是 出来是两个桶 然后这个袜子出来之后 直接就有一条织好的 这棉水手就拿了一只袜子过来啊 给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我们家这个 做的这个袜子 然后它能真真正的做到防臭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纯棉的 没有加任何任何的杂质 除了这些相机 我给你们做一下燃烧测试 大家都知道棉花啊 工业区是不能燃烧的 所以说咱们来的生活区啊 咱们全程不剪辑啊 然后烧起来之后只做只做加速 你们自己看 没有冒的话都是白烟自然燃烧 没有看到一点点黑烟 你看到没有冒的是白烟啊 冒的是白烟来 怎么现在吃完了 看到没有冒的白烟 这个这个灰啊 来 一年成灰 没有任何的杂质 没有任何杂质 这就是棉花烧过之后的 这个一个效果 看这个 先不说它找不着 你看一下 它这个油辣 这个油辣 能看得出来吧 看得出来 哎呀 你们自己看 这个风口这里 这就是加了底 加了一些化学材质啊 看咱们这个风口 看这里 这区别明显吧 这种袜子 你说谁穿谁不臭 你本来没脚臭的 你穿了都臭 这个袜子 你本来脚臭的 你穿上它 你的脚穿完之后 脚臭治不好 但是你穿上它 一定是不臭的 姐妹们 还没有买到袜子的 等我啊 现在看到人家这个实力了吧 家里面有脚酸脚臭的 没有买到袜子 别乱跑了啊 等着我